为了鼓励民众们多多运动 并且落实节能减碳的观念 新北市议员白佩如 他就特别举办了一场剑走活动 在午炮当天上午 在汐止金融湖畔正式起跑 市议员白佩如他还在现场 和民众们一同来剑走 白议员他也表示 多运动是维持健康的最好办法 因此他也鼓励大家 利用假日多多运动 永保健康 早上7点一到汐止金融湖周边 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前来聚集 他们都是要来参加 5号所举办的金融湖借总活动 而活动一开始 议员白佩如也在现场 跟大家一起做暖身操 为接下来的剑走做准备 好棒 来收手 加油 握手 握手 后面可以哦 加油 好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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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抗互约定 金融湖借总在办了第三届之后 其实很多外地的人 包括台北市 还有台北市以外 都陸陸續續來到我們這裡 來看這麼好的風景 那也希望最重要的是 希望透過的活動的承辦 讓更多政府的資源能夠進來 那福祝努力了很多年 我們的金龍湖呢 終於在去年 由我們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正式的來維護跟養護 那整個步道 也由我們環保局相關的單位來協助 那再次感謝我們臺北市的七星水利會 願意把這樣的空間 讓我們更多的新北市民來享用 議員未來我們地方的和諧 跟我們人民的健康 來辦這個健行活動 其實非常的有意義 但是今天天氣也非常好 人也非常多 所以我們都也是 里長也很多來參與 區長各個機關都有 首長都有來參加 所以辦這個活動非常好 希望以後繼續來辦 議員表示要保持健康的身體 最好的辦法就是多運動 另外現場也有各式的攤位進駐 像是國稅局的助稅宣導 以及家福中心的公益活動等等 而觀念夏宇軒電視也在現場 攝攤與民眾一同來共享盛居 感謝新北市議員白議員 今天在金融府舉辦這個健走活動 也很榮幸我們這邊攝攤 推廣我們的新產品 現場立即申辦 我們還有家政好禮 現場參加的民眾非常踴躍 不管哪一邊都是大牌長榮 也讓這一次的健行活動順利落幕 傑鳳強 新宿様到